俄罗斯一台光刻机都没有 芯片还全都靠进口 它怎么就不担心芯片制造和光刻机的问题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不是因为俄罗斯有破解之法 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个需求 你什么时候在市场上看到过 有俄罗斯的电子民用设备对吧 因为俄罗斯的芯片只要满足了自己军事产品的使用即可 他们压根就没有打造什么高端科技产品的这个想法 这个就好比公交卡用户 他根本也不会担心轿车做不出来 或者停车费涨价的问题 都不是一个维度理的事 他们担心啥呢 而且不仅俄罗斯不担心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它都不担心 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压制他们的旗帜是一个光刻机 一个芯片不躺平用的怎么样呢 而只有中国不许自己在任何一个领域有短板 中国骨子里的骄傲和自尊要求 我们必须要顶上去 而且你们要明白 我们不是缺光刻机和芯片制造设备 我们缺的是最先进的制造设备和技术 注意啊是最先进的 这个是我们少见的短板之一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安心呢 记得过去我们被别人一度说 连圆珠笔芯都搞不定 因为生产圆珠笔呢 是一件高技术低利润的事 这不起眼的小珠子啊 可是需要极高的加工精度和钢材的高耐磨性的 当时呢这项技术掌握在了瑞士手中 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实验 泰钢啃下自主生产笔尖钢这块硬骨头 据说后来烧了一炉子的圆珠笔芯 够全世界用好几年的 结果把海外好几个比心厂弄到差点倒闭 看到了吧 这真的是中国人独有的执念 啥东西都要自己造出来才安心 不寄希望于任何国家 我们没有那么天真 我们不相信别人会稳定的供给我们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都要自给自足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中国如今敢提出内循环了 而当中国提出内循环是整个世界的惊差 我现在啊都觉得无比的骄傲 我们下期见了